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战争和严刑峻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最己之兆,宣布当今物在禁科报,指善妇,立本农,表示要渔民休息,发展生产。 霍光于公元前87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份辅助八岁的昭帝。昭帝在位十三年后去世,昭帝无子,霍光迎昌翼王刘鹤继位,不出一月,迎昌翼王昏乱,夺去他的皇帝喜寿,另迎武帝曾孙刘巡登籍,是为宣帝。 六年后,霍光去世,传统历史学家把霍光比作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近他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室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审敬祥审,表现得相当忠心耿耿,在霍光执政的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汉武帝后期的政策,所以一度飘摇的西汉王朝又重新稳定下来,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 实称昭宣忠兴,为了做到清瑶伯父,发展生产。 昭宣时期,霍光曾七次颁布了减免填租,口付及其他杂税的命令,六次颁布正带种子和粮食的命令,凡宇郡国遭受地震,水汉之灾,当年的租府姚义就全部免除,以减少农民破产和流亡。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西汉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至宣帝时, 股价降到美食五前,边远的金城金兰州市,黄中金青海黄中地区,美食也不过八前,成为西汉以来最低的股价系录。 沿边地区还设立了长平仓、岔土,以调剂边地的需要,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保证。 霍光辅政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汉出的传统政策,修小文明政,也就是说要回到汉文帝时期的水平。 他很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不次使,首相,必由大臣推举,也能经常听取首下人的意见。 因此,这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寻臣良历,实称汉时良历,于是为胜,称中兴焉。 为了缓和矛盾,霍光曾在公元前83年,颁布了特赦令,辞送在后二年前。 街舞停滞,也就是说,只要是时间拖得长一点的案件,就不要再追究。 这相对于汉武帝时期的严刑峻伐,无疑是很大进步,并极大地缓和了汉武帝末年以来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然而,霍光能够发挥其才能,却是有客观条件的。 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在胡伦情形之下,凡是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 执法时只有至善与饥饿,其声差欲多,只因其朝中官员不安。 恰巧招,成,哎,平独吾后,又要在皇室之义里找继承人。 这样就增加了皇太后的重要性,并使得外戚的地位凸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五帝为皇后加力过去的情形不说,五帝之后又有新关系。 他的儿女很多,共有七女一男。 霍光与今日丹及上官杰同受五帝临终拓固,于是以二女分别嫁给今日爵侄子金上及上官杰侄子上官恩。 今日爵不久病死,上官安生女才六岁,即被立为昭帝的皇后,十六岁成为皇太后。 以后皇帝的费力就是由这外孙女上官皇后出面做主的。 当然,霍光地位的稳固,也不是一招而成。 公元前八十年,还是昭帝在位的时候。 上官节,上官安吉玉使大夫桑弘扬阳被告发,因谋费昭帝而因燕王流淡为帝。 结果个人都以谋反背叛死刑,燕王也只好自杀。 霍光这才摇身一变,成为朝中唯一重要的人物,围着海内。 罕书说,昭帝寄冠,遂为认光,弃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兵服。 可是他推行的政策也遭遇过挑战。 公元前八十一年,昭帝命各地选举的贤良和文学之事, 与政府官员辩论掩铁专卖是否应当继续。 其记录后来阶级出版《极有名的掩铁论》。 但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 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性质将以行政策。 昭帝大批是不干己的书生评论。 事实上,贤良和文学之事虽想废除政府专卖, 但争辩的理由仍是道德方面,而非实际行政上的考虑。 根据《掩铁论》一书的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除了桑红阳外,还有丞相田千秋, 均能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贤良和文学之事进行反驳。 结果掩铁仍由政府专利。 汉书,石霍智就针对此事说, 弘扬自以为国心大力,发其功, 欲为子弟得官,愿望大将军霍光, 遂于上官杰等谋反,出面。 谋反的真相已经无法证实, 但其背景则是朝地时代, 护光权势还未十分稳定, 仍然有赖于桑红阳蛇战君儒, 替他维持掩铁专利。 不过,他想继续巩固自己的独裁政治, 却已经有了顿武。 朝地寂寞,昌义王被废, 霍光财力宣帝。 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为问题, 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 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 并宜生子及未来的汉原帝, 在他兼职之下,许后得利。 以后霍夫人不和霍光商量, 竟自派人入宫, 以毒药镇杀许后。 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 又过了四年, 即公元前六十六年, 也就是霍光已经去世两年后。 霍家镇杀许后的情节暴露, 其先是皇帝的态度改变, 接着霍家人事变更。 霍光知子霍宇知道就是必被追究, 想要造反而畏随。 于是皇后被废, 霍夫人以下吉诸绪等人, 自杀的除外都以大逆罪处死。 霍家二十年来显赫的声势, 至此结束, 霍光未曾统兵作战, 但他是大将军, 儿子心气都拥有重兵。 昭帝对他虚极脸容, 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参成。 上内言诞之, 若有盲刺在背, 也就是说, 对于他的这种阅历坐车, 早就心怀不满了。 霍书也说, 或是禀权日久, 派之者多矣, 既可以指他做的坏事太多了, 也可以指痛恨他们的人太多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 减赴税, 降低延价, 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 好在匈奴也在这时候分裂了。 呼喊邪丹鱼也前来投靠, 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数, 虽然西部的乡人还不大安宁, 也能够以赵冲国的屯田之法对付汉宣帝时期。 西域的枪族借助匈奴的力量, 攻杀西汉的官员。 当时赵冲国已七十余岁, 仍主动请战, 最后一举平定叛乱, 随后他奏请霸旗兵屯田, 结果在西域又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安定, 因此历史上对于宣帝的评价颇高, 有忠兴之美名。 但黄仁宇先生说, 其实宣帝亲近如生, 倡导人证, 也是从五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的结果。 五帝于公元前一百一十二年将系侯爵的一百零六人 隔出为平民, 宣帝又到处寻找他们的后裔, 加以慰问和赏赐, 五帝的过渡中央集权, 固然不能继续, 但是忠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 先采取消极手段, 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 况且宣帝也没有真心诚意的行人证, 司马迁之外孙杨韵曾和朋友书信往来, 说填比南山, 无悔不至, 终一情斗, 落而为奇, 不过私下里奉义朝廷糊涂, 竟也因此以大逆不道被腰斩, 辞至通鉴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宣帝的儿子及后来的元帝向他见劝, 要重视推行儒家的人证, 结果他却说, 憨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仁德教, 他还觉得以后灭亡汉朝的就是这个儿子, 也就是说, 他自己认为儒家的那一套东西并不真的管用, 这当然很不合司马光的口味, 所以司马光会在那里苦口婆心说了好长一段话, 元帝反其道而行, 却又被历史学家称为柔人浩荣, 在他的统治时期, 除了将王周军许配给匈奴外, 还有关于他喜爱音乐, 能吹奏各种乐器, 又能填词作曲的故事, 也相当有吸引力, 继位的成帝嗜酒, 好威行, 宠爱赵飞燕姊妹, 这两个女人都以美, 善助名, 成帝则立其子为后, 美为昭仪, 由于两人的尊宠过度, 以至成帝无私, 一天早上他从昭仪床上起来, 突然言语失灵地死去, 据有的书上说, 成帝是惊绝而亡, 也就是纵欲过度,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情形都符合传统王国之君的制度, 成帝一死, 元帝之后王仲军就以成帝生母的资格, 当上了太皇太后, 于是王家侍候五大司马, 外戚莫胜烟, 最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我是一元, 带来有趣的历史。